葵桑体直接选下来啊 刚才美说到办这个青钢影 就是为这个葵桑体而做铺垫的 没错 去选葵 现在也是让艾杰做一个取舍 你三楼是出上单呢 还是出辅助呢 波比 那如果出波比的话 其实恒还是想去打一个前期的强节作为主 那后面下路就是基本要以中大C为主了 前期发育 后面打团会有比较大作用的了 是的 艾奇最后两手选择 就基本就是如果中路选择一个控制 那上路就要玩了稍微就是大胆一些 选择一种剑技之类的 那如果上路选择这种团队一点 那中路就要补一个大盒了 不见到别人也是老师的 想转变波思路 顺着转波中 这不能打个闪 缓解播压力 这是乐言的一波变纵 卡马越冰线上来 感觉不妙 下路你别说小安的招牌 谁拿到还可以 脚闪先过来一个 铁腕进盒没有拉到 同样反应反应过来了 这样的话乐言应该不敢动了 因为这波如果强动的话 卡马直接踢过来是很难打的 他下路想越 只有一个没有闪现的ADC在 中程激烈减速到了 这波看看谁扛塔 乐言应该要扛塔了 这波过去之后 直接要是辅助扛塔 也扛得很漂亮 最后一下他们的Ace呢 差一点点血 这个早嗑药的一个作用体现出来 交闪见过来 直接躲开了一个壁咚 想强过来看吗 乐言这里 乐言 32D血 最后还是被Ace了 是的 中路现在对线还是很难受啊 等到飞机有了第一件成装之后 会稍微舒服一点 但现在卡尔玛这个线吧 你真的很难打 中手啊 烈纳塔也在赶啊 只要闪现 直接躲开个壁咚 这波横那个思路还是很清晰 直接打出一个闪现 是 想顾忌重施来下 但这个位置已经被看到了 直接腐败所连 逼了一个幸运护卫 这波挡的伤害挺多的 那应该是要杀不死乐言了 乐言这里反主捅一下 脾气很断 有血性啊 大招直接进 调和命运 进到了一个旁边的一个辅助 带来后续 这波是没有这个幸运护卫了 要赶紧走 能接受 也去打了一波 这波想插乐言 但乐言的一个身体素质 还是蛮硬的 血量还挺多的 想过来抓Weskamp吗 很多人 两个人是抓不死 但是四个人来 是只有机会的 而且在FW是可以给大招的 这波Weskamp能挡得住吗 看一下大招直接进 金塔了 旁边再顶一下之后给带了出来 那这个位置应该是B字版了 是的 应该躲不了了 嗯 我刚才也说到点了凤猫 其另外一边是有飞机的 在这波想去找个机会 直接开始凤凰形态 一个机身没有筋到 旁边一个B咚 B咚那个Weskamp Weskamp没有危险 给了一个W 往后拉一下 这IG这里的先手 也没有那么的充足 后期能不能顶住 闪现B咚 跟闪现 给个服官做链 哇呦 这个控制链接得很满啊 果断 也很果断 乐园也在蹲 蹲到一个巴德 巴德有一个异技能 直接钻向走了 在前面发生这段时间 想开 想开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哦呦 一直在poke 现在左边好玩 明白了 交闪现过来 抬起来 拉下之后 但能不能杀到呢 这个位置交闪现过来 旁边 但是异技能跑掉了 闪现是撞强 但异跑掉了 Weskamp一直在黏 但黏不了 直接被捶者给捶走了 但是Stay Stay完成了这个波互换 赵姓再上来 一打二 配合上伤弹 伤弹好像没什么输出 只能往后撤一下 腿上体在绕后 这个位置感觉已经被发现了 这么两个人该怎么走 Weskamp应该是有点难走了 链子练到 飞机还在发育 这波打起来确实 有点亏啊 先来poke一下 第一个导弹空了 龙也没有拿到 那这样的话直接溜掉 他的风女 就像这种 其实需要保证自己安全的辅助 他玩的应该都是很得心一手 嗯 虽然说闪现 就是调整个位置 但还是被拉到了 然后这个门老远了 这个门太精神了 嗯 波比也是过来帮忙救了一下 中路过先锋 过去撞一下塔 应该干完这种 打起来吧 预怕那个位置 但是能打得过吗 然后这个位置被救出给Miliko 打着 呃 未收购 这些乐器头发翻了人 但是正面的乐言也倒地了 太前了 而且主要就是要把对面中塔推掉 而自己家中塔 有卡尔玛在手 我们来看看这波 嗯 第一时间锤先锋 但是突然给拉回来了 然后撞完之后 正好开了一个先锋 才给挡在这个位置 啊 又背上一套技能给跟上 这波也顺时乐也没什么办法 哦 这一波 矮王的一手老救赎 嗯 练助 清泽交个大招 对 重泽这些追死的 对 野骄痴啊 哇 打一下poke 但是有旁边的守护者 这个位置练到了 SKM 但伤害打的并不是很高 因为有护盾啊 爱智也没有那么感激 直接所有人都打 这个位置是个机会 能杀到吗 好 杀不掉 一个救助 弹起来 当这个飞飞的还不错 一个机子型飞 飞过来之后 一直在烧微博的 微博能被被杀吗 达到抽到之后 微博的血量比较低了 再往前跟 黄板旗打了一下 浮处车方的进场 但是这个门开的还行 直接进龙坑了 再过两次轮会 在这龙坑之后 还可以往侧一跑 乐阳之一马 等在前面 一个星月会被开发 这后封闪电子 抽掉两个人 还在追 忽然一个位置 抱后了 他们直接给看到了 忽然一个伤害 打得还行 打到他们的辅助身上 但是为了接着 以退为晋 往前走 但是好像走不掉 爱智众人 应该是要被留住了 是的 黄这波的选择也很好 他是直接把后面的飞机锤走了 我不说这波巴德这个门 又是来了一波奇妙旅程 本来已经 断掉的W的阵型 又在一瞬间通过门之后 收缩了起来 这波还在追忽然 忽然这个位置 有闪现 应该是不会倒下的 但飞机伤害同样很高 这波小心一下 看一下这一下 交闪了 害怕 就是让爱智精神上 受到了一些攻击的感觉 就每次找到一些很好的机会 都被巴德给化解了 对 你拿它没办法 其实这波 忽然这个飞 炸药包给的伤害 已经给足了 非常足 这一路是躺火过来的 感觉葵涛 你这个脚都被套麻了 但是后续还是巴德 以及 最有了一个救吧 都给救起来了 飞机发出了灵魂质疑 这都没死 为什么他有败魔 好像左下角就打起来了 现在葵涛体很肉 但横之叶还闪过来 这波团战应该是很难打的 正面来讲 直接先死GDC 再两个大拇指 VSK们感觉也要倒地 这波团战应该是很难打的 一些额外的人头啊 他就正常的一些补刀 所以这版的一个装备 并不是特别好 你看他打不动 六魁当t 他只能说打完套 Poke之后被 波比连着走 塔利斯他也打不动 对 而W现在一个手握大的优势 只要正常的推塔 配合这个加强版的虚空如虫 就可以 大招直接进两个 但有没有后续伤害 直接锤 锤走了正面两个人 中路高地塔直接推掉 现在IQ只能去找机会 打一波了 看有机会吗 VSKM被推了回来 VSKM好像是肉是肉 但为什么输出啊 但是再被顶回来 VSKM应该倒地了 给了一个W之后 这边先扎个练大塔 然后同时上单再倒地 再往前跟 VSKM已经玩起来了 感觉VSKM一个人 都把伤害全扛了 对面是双C 打他身上 打半天不掉血 这个就是比赛里面的奎仓题 太能打了 还在打Q3 很帅一个回头Q3 是的 那现在对面 倒了三个人情况下 W应该是可以 直接把机体推掉了 剩下的赵星 还算两个人 是没办法防守的 守不了 那这样感觉 W要搬回城了 这两个哥们没法守 就要闪眼过来听到 但两个表情之后 能不能杀死呢 闪眼进泉水 只要A水进就可以了 我们恭喜WE 搬回一程 目前战车EB 再见